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已经是冬天了 刘长青还在艰难地赶路 这一天 寒风呼呼地吹着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下来 刘长青身上也落了一层厚厚的雪花 眼看着天马上就要黑了 还没找到可以住宿的地方 这时候 刘长青的肚子还凑热闹似的 咕咕咕地唱起歌来 刘长青又冷又饿 只想快点找到一个暖和的地方 就在这时 刘长青一抬头 发现远处的山上有一间茅草屋 屋顶上好像还冒着吹烟呢 他们肯定正在做饭吧 刘长青高兴极了 赶紧跑过去寻求帮助 后来 刘长青把这个小故事写了下来 于是就有了这首 冯雪素芙蓉山主人 冯雪素芙蓉山主人 唐刘长青 题目的意思是说 刘长青在赶路的时候 遇上大雪天气 于是 就暂时借芙蓉山主人的家住宿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乌平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天色在慢慢地变暗 周围连绵不断的山峰 若隐若现的 看起来好远啊 刘长青经历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小屋前 寒风夹杂着雪花 呼呼吹过 眼前这些简陋的茅草屋就显得更加贫苦了 刘长青轻轻叩响小屋的门 一个很淳术的老婆婆热情地招待了她 赶路实在太累了 刘长青吃过饭 早早就睡下了 她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忽然听见 柴门温泉沸 风雪夜归人 柴门外面 小狗突然汪汪汪地叫起来 原来是这一家的男主人冒着风雪回来了 在这首《风雪速芙蓉山主人》中 刘长青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个字 就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风雪夜速图 画面连起来呀 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呢 你看 日暮苍山远 刘长青独自一个人 在风雪中赶路 想尽快找一个可以借宿的地方 而一个远子 就将它劳累 孤独又着急的样子写了出来 接下来 天寒白乌平 天色暗了 天气又那么寒冷 小小的茅草屋显得更加简陋 开头两句诗 写的是刘长青看到的景象 点明了漫天风雪的环境 然后 刘长青好像给我们放电影一样 前两句写他来到小屋前 接着 画面就直接跳到了 他在小屋住下之后的场景 柴门文犬废 风雪夜归人 在这中间还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刘长青并没有写出来 都留给我们自己来想象了 而且呀 更神奇的是 在这两句诗里 刘长青是从他听到的声音来写的 小狗汪汪汪地叫 风雪呼呼呼地吹 虽然刘长青没有亲眼看到屋子外面是什么情况 但是通过他对这些声音的描写 我们就大概可以想象出 男主人风雪夜归的画面了 在这首小诗中 刘长青并没有运用任何的修饰手法 只是简单地描绘了一幅风雪夜归图 但就是这一幅藏着一个简单故事的图画 却让我们回味无求 真是一首精彩的好诗呢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再朗诵一遍这首诗吧 下期节目我们再来看看 唐代诗人李深写的一首诗歌 叫闽农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